那我也没什么事 我就找他了 你自己没有什么爱好吗 我没有什么爱好 我跟他在一起 我就是觉得挺好的 对 你的爱好就是他 挺好的 其实好多女生 其实挺羡慕这样的 有这么一个男朋友 好像你不是这样 是吧 但是你有了之后 你就觉得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就是他老黏着 你就真的不觉得那么好 那你们像寒暑假什么的 你们也得分开 他没法腻你了吧 寒暑假的时候 就是也各自回各家嘛 然后他就是隔几天 就要来找我 你不愿意他来找你啊 然后就觉得 其实挺没有私人空间的 因为他老跟你闹 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 没接到他一个电话 他连打50多个 那谁看见不烦呀 那我打50个电话 我也是关心他 如果他接了 我也不会打那么多 而且谁愿意 给一个人打50个电话 他一直都不接 我不也是关心你们 倒也是啊 你谈过恋爱吗 我跟他谈恋爱了 以前 以前谈过吗 没有没有 这是初恋女友是吗 是是 所以对你来说 特别重要对吧 对啊 当然了 那你放假的时候 经常去他那儿是吧 我每次都是要去 但是他从来没让我去过 就没去成 没去成 他从来不让我去他们家 有一次他坐车回家 坐的是一个同学的车 然后那个车里 算他一共有四个人 但是有一对是情侣 然后他那个同学是男的 然后他就是坐这个 受用车回家 然后我就想陪着回去 他总感觉我是多余的 我陪他去 我也是担心他嘛 从我 他家是哪儿 他家是青黄岛 你家呢 我家是东北的 就你先把他送回家 再自己回家 我再回去 这很感人 主要是吧 就是我那个同学嘛 我们是一起上学的 然后他就有车嘛 他每次都那个 寒假的就叫我 然后就说那个 咱们一起回家呗 我就觉得挺方便的 然后还能给我送到家 然后我当时跟他说 我说那个搭顺风车 他特别不愿意 他就说那个 我给你买票 你自己回家呗 你非得坐人家车干嘛呀 人家那儿已经 有一对情侣了 而且剩一个男的 还是你同学 那我跟着去 也没什么错的呀 那你弄的气氛多尴尬呀 人家聊天什么的 那你的意思 救我多余了呗 太无力取闹了 我也没这么跟你说呀 反正我就是觉得 你就是这么拳人 你是有点 受不了他了是吧 对 我就受不了他 你跟他提过分手吗 提过 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啊 他就在那个学校楼底下 然后就摆那个蜡烛 就摆那种心形 干嘛呢 求爱呗 因为当时我俩生气了 我就是想让他心情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女生都喜欢那个嘛 然后我对他表白一次 但是我都已经 所有东西都弄完了 他根本就没下楼 那多丢人呀 那么多人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你没下来你都先丢人 我 我不更丢人吗 那宝安娜艾都快给我撵走了 反正当时我也生气 我就是不想起来 好好好